欢迎收听《斗破苍穹》第八百四十八回,有桑子播讲。 在这铺满温玉的顶楼之上,人数极少,一眼看去也就寥寥可数的数十人而已。 但是萧岩却明白,这里的几十个人,要是放在外面,那个个都是足以引起一些轰动的真正强者或者炼药大士。 萧岩等人的出现自然引起了顶楼一些人的注意,当下就有目光转移而来。 在见到萧岩胸口的徽章,以及身后的小一仙等人时,眼中都略过些许的惊讶。 如今年轻的七品终极炼药师,以及两名斗尊强者,这等阵容可是相当不弱呀,不知道又是哪一方的豪强。 当然了,虽然有些人心中好奇,但是他们都明白这儿的规矩,所以自然不会蠢到去问或者打听什么,这种地方算得上是一种忌讳。 尹萧岩他们上楼的黄袍老者笑着说道, 哎,几位若是有什么需要的,可以跟我说说,说不定我能给你们一些信息呢。 文言,消炎略作沉吟。 我需要两种药材,万年清灵藤和血骨参。 哦,万年清灵藤,血骨参。 这都是很稀罕的药材啊,想必应该是用来炼制高阶丹药的。 万年清灵藤,我没什么头绪,但这血骨参嘛。 哈哈哈哈,不得不说,阁下的运气不错呀。 今天这顶楼所要交易的一些东西里,正好有着一株血骨参啊。 哦? 消炎的眼睛一亮,他没想到只是随口的一问,居然还真的能够得到一株血骨参的消息。 黄袍老者笑了笑,请随我来。 然后呢,转过身,对着顶楼北角落兴去。 消炎见状,连忙带着三人跟了上去。 消炎等人跟着黄袍老者走过一段距离,然后在顶楼靠北的角落处停了下来。 此刻的这里正有着一方玉石台,鸟鸟寒气从台上弥漫而出,然后扩散而来,令得此处的温度都降低了不少。 在玉石台上呢,零零散散地摆放着一些药材,卷轴,甚至丹药等等。 而且看模样似乎都不是寻常之物啊。 在玉石台的周围,还围拢着不少人,显然是对着上面的东西都挺感兴趣的。 消炎的目光跳过玉台,停在了玉台后那名灰发老者的身上。 这个老者一身地邋遢,满脸的慵懒之意,趴在玉台上也不理会周围的围观者,肆无忌惮地掏着耳朵。 哈,燕老,今天生意不错吧? 黄袍老者挤进玉台旁,对着那灰发的邋遢老者笑着问好。 灰袍老者邋遢得翻了翻白眼,丝毫不顾形象地对着一旁的地面吐了一口口水。 嘿,呸,好个屁,这些家伙都光看不买,还那么嫌贵。 嘿,下面的便宜,嫌贵下面买去啊。 健壮周围的一些人不由得有些尴尬,但这种地方又不好和人争吵,只能善善地离开。 肖炎也被这邋遢老者的态度搞得一愣,目光扫了一眼对方的胸口,同样是一枚七品炼药师的徽章,只不过却是七品高级,显然对方是一名七品高级的炼药师。 黄袍老者指着寒气缭绕的玉台上,那里有一个玉盒。 这位先生,这就是你所需要的血骨身了,不过这位燕老卖东西都挺贵的,所以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。 只见玉盒之内,一株通皮雪白,宛如骨头般的人身,正安静地躺在其中。 肖炎的目光紧紧望着那株雪白的人身,片刻后,缓缓点了点头。 从那人身上流转的波光来看,应该的确是血骨身,不假了。 拉遍了老头,瞥了萧炎一眼。 别看了,我这儿没假货,你要买啊。 说着,他的目光在萧炎胸口处的徽章上停了停,咧嘴道。 想要血骨身,哼,一枚七品高级的弹药。 文言,萧炎眉头一皱,七品高级的弹药。 哼,这个老家伙真开得出口啊。 萧炎微微一笑说。 这位老先生,血骨身虽说珍贵,但即便是用来炼制丹药,可顶多是七品高级。 而这还是配合了其他珍稀药材的前提。 现在你光是一株血骨身就这么漫天要价,似乎有点过了吧。 嘿,你小子还挺能说啊。 不过说的还他妈挺在理。 那老头子我退一步,七品中级吧。 不过前提是必须拿得出我中意的弹药。 怎么样? 邋遢的老头黑黑笑了笑,话音一落就大笑起来。 显然那所谓的七品高级只是故意耍耍人而已。 听到这话,萧炎方才点点头。 要是用七品中级的丹药来换取,倒是能够使他接受的条件。 当然了,心中虽然能够接受,但萧炎也并未立刻就答应下来,而是目光缓缓在浴台上扫视了起来。 这个邋遢老头虽然形象不过观,但不得不说,他出售的东西的确是一些高级货。 其他的几样西汉药材呢,也同样是看着萧炎有些扎舌,这些药材的价格恐怕都不会比血骨深低。 目光缓缓的移动,而就在萧炎即将收回视线的时候,目光一顿,定在浴台的角落处。 那里有一块淡黄色的铜片,但那铜片上还布满着绿色的铜绣,要仔细看的话,还能看到铜片上似乎隐隐有一些比较奇异的图纹。 玉石台上的东西都是外表很不错的,一眼就能看出是不凡的东西。 可唯有这块淡黄色的铜片,显得如同宝贝堆里的垃圾,丝毫不引人注意。 萧炎的目光在这铜片上停了停,眉头也是微皱。 他发现自己在仔细观测了一番之后,居然也是没有看出这铜片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 在他的感知里,这个东西几乎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。 而就是因为这种极度普通的感觉,反而让的萧炎感到有点怪异。 萧炎啊,若是有可能的话,把这铜片弄到手。 那图文我当年见过,是远古方才会出现的,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确切用处,但只要和远古挂钩的东西都不会简单。 就在萧炎疑惑的时候,一道滴滴的苍老的身影却突然在耳边响起。 听着天火尊者的传音,萧炎心头一震,面上却不动声色,片刻之后,缓缓点了脸头。 漆黑的眼眸涌上了一抹令人未曾发现的火热。 萧炎的目光紧紧在那块铜片上顿了顿,然后就转移了开去。 旋即,视线又徐徐在玉台上转了一圈,中途还表现出对其他的一些笑彩也感兴趣的模样。 如此好了一会儿之后,方才从玉台把那块铜片轻轻地拿起来。 铜片移入手 就有着淡淡的冰凉传开了。 当然了,这并非是铜片奇异的缘故,而是因为在寒气中待久了所致。 萧炎绕有兴致地翻看了一下这块铜片,手指轻轻在上面摸缩了一下,粗糙的触感就犹如极其平常的普通铜片一般。 若非是上面会有一些复杂的图纹,恐怕没人会把它当作什么宝贝。 这些复杂的图纹,萧炎完全看不懂,而且由于一些秀迹斑斑的存在,也令得图纹有些扭曲,难以彻底地看清楚。 这居然会是远古之物吗? 翻看着铜片,萧炎心中有些感到不可思议,不管他怎么探测,都未曾发现这铜片有半点奇异之处。 若非是先前天火尊者传音,他怕是很难把这个东西和远古牵连起来。 心中感到不可思议,但萧炎表面上极为的平静。 那般模样啊,就犹如只是对这块铜片感到一点好奇而已,而对于他这个模样,那邋遢老人只是翻了翻白眼,并没说什么。 这一块铜片,不止萧炎一个人感兴趣,以前也有不少淘宝者来探查过,但却并没有最后将之换走。 邋遢老者掏了掏耳朵,轻描淡写地说道:"别磨蹭了,这铜片价格比起血骨参的价格只贵不低,而且不二价。 磨作着铜片的手指一笑,萧炎问道:"好,这铜片有何奇异之所呀,居然比血骨参还值钱吗?" 《不知道》 邋遢老者撇了撇嘴,说了一个让萧炎一致的答案,萧炎苦笑了一声,"哼,这个老家伙还真是古怪,这种答案也居然说得理直气壮。 此刻周围的一些围观者因为邋遢老者的答案忍不住发出一声笑声,显然是很少见到这般极品的摊主。 邋遢老者扫视了那些笑着的人,然后嘿嘿一笑说:"嘿嘿,不过我虽然不知道这铜片究竟干什么用的,但是我却知道,这算是远古之物。 啊!" 此话一落,周遭笑声戛然而止,一道道惊疑不定的目光都锁定在萧炎手上的那块铜片上。 谁都知道,不管任何东西,只要和远古二字搭上边了,那必然不会简单,但他们依旧有点难以置信,这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铜片怎么会和远古扯上关系的。 与这些人的惊疑相比,萧炎在邋遢老头这儿说话间,手掌就忍不住的紧了紧。 没想到这个老家伙眼光居然也如此毒辣。 要知道,即便是萧炎,若非是天火尊者提醒,也不会太过在意这枚铜片,看来这邋遢老者的眼力也相当之强啊。 哈哈哈哈,不知道老先生凭什么认定这东西,与远古有关系啊。 萧炎心中一紧,但脸上却是笑了笑,把这铜片轻轻放下,目光转向邋遢老者。 拉遢老者翻了翻白眼,这上面的图文,我偶然在古籍上见到过。 但至于究竟有什么用,哎,你也别问我,我不知道,而且如果我知道,我还拿出来卖啊。 哈哈哈哈,反正我就认定这东西跟远古有关,你爱买不买。 对于邋遢老者的回答,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许了一眼,全集无奈地摇了摇头。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全凭你一面之词呢? 难怪摆在这里这么久都没人换。 对于这油盐不劲的老家伙啊,萧炎感到相当头疼,苦笑了一声说,哼,那这铜片老先生打算如何换取啊? 一卷七品高级丹药的药方,哈哈哈哈。 邋遢老者黑黑地笑着,难得真会有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? 闻言,萧炎再度苦笑,摇了摇头,惋惜了,看了一眼那眼铜片。 太贵了,即便真如老先生所说,这铜片算是远古之物,但从远古留下的东西也不少,其中不乏一些寻常用品。 光凭一点图纹,倒是完全不能平定它的价值。 算了,我还是换取血骨身吧。 萧炎叹了口气,从纳戒中取出了一个玉瓶,放在玉台上说。 老先生,这是一枚素心丹,七品中级,炼制丹药时将之服用,有助于稳定心神,从而提高炼丹成功率。 用它换取你的血骨身,你应该不算亏吧。 素心丹。 算得上是一种极为不错的辅助丹药了。 对于炼药大师来说,效果特别大。 很多炼药师在看工炼制丹药之前,都会想办法弄一枚这种功效的丹药。 毕竟炼丹的时候,最忌讳的就是被打扰,或者心神不宁。 而有了这种丹药呢,则能够尽可能的免除这种打扰。 而在这些辅助丹药当中,这素心丹又能算得上是上等之选。 真实价值比这血骨身高上很多。 因此消炼不愁,这邋遢老者不接受。 果然就在素心丹三个字露出邋遢老头耳朵中的时候,他脸上迅速涌上了一抹错愕。 旋即飞快地抓回雨瓶,将其中的一枚蛋白色的丹药倒了出来。 放在鼻子下面,使劲地闻了闻。 哎哟哎,果然是素心丹啊。 仔细地检查了片刻,邋遢老头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 这素心丹对炼药师的帮助颇大,他很多次炼制丹药的时候,都会尽可能先准备一点辅助的丹药。 但他所能炼制的,并且有着这种功效的丹药,最高只是七品低级。 不是他没有能力炼制更高级的辅助丹药,人家是七品高级的炼药师啊。 只是他没有炼制的药方。 药方这个东西乃是炼药师的最大宝藏啊。 一般寻常人不会把自己的药方公布出来,除非用作交易。 哈哈,哎呀,不错的东西啊,你小子够慷慨,啊,我看好你,啊。 拉特老者笑眯眯地说,他直接把丹药塞进了纳剑,然后目光依旧有些火热地看着硝烟。 硝烟笑了笑,从浴台上,把那装成着血骨身的浴河取过来,放进了纳剑里。 然后对着拉特老者的目光,由若未堵,转身就要走。 哎,哎,哎,等等。 见到硝烟要走,拉特老头这才有些熬不住了,连忙问道。 硝烟偏过头,有些疑惑地看着拉特老头。 怎么? 哈哈哈哈,小子,哈哈哈哈,你不想要这铜片了?啊? 我敢对你发誓,这个东西,它绝对是远古之物啊,啊。 拉特老者指了指浴台上的铜片,很是热情地说道。 各位好,我是桑子,欢迎加入桑子听友QQ群,326598251,326598251,跟我一起畅聊斗魄,一同感受书中之旅。 下集再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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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